尊敬的各位大德同修,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么大家继续请看 践踏色美,起信思智 刚才我们还没有讲完 这个见到美色,心里动了心 这就已经犯下了恶性了 要知道犯罪 包括身体,包括口,讲的言语 包括念头上 起这个念头 不正,那都是造罪业 所以见到美色,如果动了邪念 这就等于犯了邪淫界了 那如果是要犯 那这个是更加最佳一党了 要知道犯邪淫的人 那他的福报啊,消减最快 那可能呢,本来有很大的福报 这一下子啊,就被消减殆尽 那个在前年 2005年6月 就发生了一个场案 就在广州市 这是香港的一个叫华裕 电视有限公司的副总裁 他姓这个迪 这位迪总啊 他到广州呢 办事情出差 结果呢 在路上呢 遇到了两名啊 年轻美貌的女子 来上来勾搭 这个勾引他 结果呢 这位老总啊 就跟着他们俩去了 那么 这个有说有笑 也很开心 就没想到呢 这个两个女子呢 是一个犯罪团伙的成员 在这个 敌总的杯子里啊 放下了门混药 喝了之后呢 就呼呼大睡 结果那个犯罪团伙的人来了 把这个敌总绑起来 在这个酒店的房间里面 然后呢 就把所有的衣物财物啊 都收清光 然后呢 又用冷水把它扑醒 问他 你的信用卡的密码 是什么 逼他说 结果当他一醒来 看见都是这些年轻的 这些啊 那些犯罪团伙很年轻啊 也不到二十岁 他就故意大叫 想要求救 因为双手被绑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犯罪团伙的人呢 就怕他叫出来啊 会坏事 就拿刀啊 就朝他身上乱捅 就把他捅死了 所以你看看 一个 这个大公司的副总裁 他的年薪啊 有140万了 港币啊 很不小的数字 出入的都是高雅的场合 没想到 一念之差 践踏色美啊 起信失之 犯了邪行 邪淫的念头 自己竟然 硬上黄泉了 多么可怜 所以啊 这都是给啊 现代人的 一个很大的警告 现在这个义色 来诱使 这些人 啊 就范的 这些犯罪行为啊 多得不胜枚举 特别是年轻的男子啊 不得不小心 那么当然 这个不光只是说 男子啊 见到女色啊 这起着嫌艳 这是不对 那么女子见到男子啊 起这个贪爱的念头啊 也是不对 这都是双方双向的 那么要知道 为什么 人看见 异性啊 他会起邪念呢 这个绝大多数都是 被 这个异性的 这个外表 所迷惑 因为他长得年轻 皮肤长得好 所以呢 这个看起来呢 就很有啊 风韵 自己心里面 就会动患念头 所以啊 全被外相 所迷啊 那一个 你说不是被外相 所迷 那为什么 你见到那些 啊 那个老病的人 那这个 这个皮肤的 都是深咒啊 都很衰老的人 那你不会起那些贤念呢 这证明啊 这证明啊 这个念头本来是空的 啊 都是因为你遇到这个缘才生 啊 所以当下把他这个念头放下 啊 这个是用的是上场功夫 你比如说 啊 走到路上 看到 这个女色 马上呢 你这个 这个目光的移开 看到那些 啊 这个 地铁里啊 通道啊 看到那些 不健康的画面 马上呢 要把目光移开 非礼物事 而且呢 心里 非礼物动 这非礼物动 不是指身体啊 身体当然要非礼物动 连心里的念头都不能动 不能去想 不能让这些邪念啊 念念相续 那么念佛的人呢 用这个佛号来截断 这种软念 或者是提起 惊跳 比如说想到 践踏色美 起心思之 这个是遭天前 人神共怒的 我不可以犯了 我念头一起 鬼一生都知道 所以呢 这样子警醒自己 深恐惧心的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让念头刚起 刚隐微的时候 就要把它覆盖掉去 把它截断 不能让它相训 那么 另外还有一种功夫 现在很多年轻的男女 我曾经在有一次到加拿大 遇见一位学佛的年轻人 他就跟我讲 他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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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踏色美 起心思之 这个这个邪念 哎呦 不容易 这都是什么 习气太重 他这个念头起来了 压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 这里呢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 用功的方法 很有效 这是佛提倡的 不静观 那个 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唐朝 有一个名宰相 叫狄仁杰 他是武则天的功臣 确实为人呢 也很正式连接 是一代贤相 那么在他年轻的时候 还在读书赶考 那么有一次呢 上京赶考的路上 遇到了 这个一个 有天晚上 就在一个客栈的 这个留宿 那客栈的主人呢 是一个新寡 寡妇 那么因为看到敌人节 风度翩翩呢 就晚上呢 就来敲门 想要跟他约会 那么敌人节在屋里 正在看书 我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问谁呀 那外面报了姓名 这个开门一看 原来就是这个店的主人 一个少妇 那个打扮的是花枝招展 敌人节一看呢 心里一动 然后马上呢 就冷静下来 那么知道了 对方来意 敌人节就很严肃的 跟他说 说我在过去啊 曾经呢 遇到一位老和尚 他跟我讲 说我的面相啊 长得很富贵 但是呢 要注意一点 不要在这个色上面啊 栽跟头 如果是在这个色官过不去啊 那恐怕这富贵就难跑了 为什么呢 这是最损应得的 那么结果敌人节当时就问老和尚 美色当前啊 而不乱 这个功夫啊 非常难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较方便 让我们能够受持呢 于是老和尚呢 就传给他一个方法 说 大凡呢 看到美色啊 心动的人 都是因为啊 被他的色相所迷活 要知道 这个色相 也就是这外面薄薄的一层脸皮而已啊 那想想里头都是肮脏的东西 那里面的血肉 筋骨相连 还有那些里面的那些液体 那个那个 拿出来是 那个浑浊不堪的 臭味难闻的 乃至这个身体里的那些五脏六腑 啊 肠胃里的那些 还有那些 残渣啊 那些啊 粪面 那都是冒着臭气的 就像张着口的 口袋 是吧 你想如果是我们这个课堂里面 有人抬进来 一大袋的 那个粪 那 两头扎了口 虽然是扎了口嘛 还有鱼气冒出来 大家一定是捏着鼻子 啊 赶紧走开 那人呢 你想想 人是什么呢 两头张着口的 粪袋 大家想想是不是呢 吃进去了 那一定是变成粪了 那两头还不封口 再想想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美貌 那是一时啊 那假如他病了 那你想病的时候啊 那个 病入膏肓的样子 脸色苍白 两只眼圈啊 黑黑的 眼睛深陷进去 啊 皮包的骨啊 瘦弱不堪 啊 头发蓬松 啊 伸出五个手指啊 那个 那个迁续的 就像骨子 那个死人骨头一样 啊 那么再老了 啊 老了这个是 那个 那个脸皮啊 都皱皱的 啊 那个筋啊 都都都浮现起来 啊 头发斑白了 啊 那么过年几天要死了 啊 死了之后 你看 那个那个身体因为臭绘 长了蛆虫 啊 那个虫 从那个身体里面爬出来 啊 这个咬出来的 啊 一个动 一个动的 啊 体无完肤啊 啊 把他丢到那个野外 啊 可能那个野狗还把一只腿给咬掉 啊 那个头发啊 金虎啊 都飘零啊 那日晒雨淋呢 都不成人样 啊 你想想这个情况 啊 那么试问问 你还有淫欲心吗 啊 这个时候 敌人节跟老后上说 哎呀 这么一想 真的 就像冷水浇头啊 啊 再直升的这个心 都会被啊 啊 冷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不静观的功夫 啊 不要想这不静观好像很可怕 但是呢 不是用这样的一种 啊 功夫啊 很难把这种无死竭来的习气烦恼啊 给断掉 啊 见到美色啊 就起贪爱啊 这个不是这一生啊 生生世世啊 积累下来的 这个恶念 正所谓啊 一切众生 皆以淫欲 而正生命 为什么在六道轮回里面 最根本的就是这条 这个佛以前曾经说过 幸亏众生啊 只有这个贪淫这一个大烦恼了 如果再有另外一个烦恼 那个力量 能够比得上贪淫这个烦恼的 如果有两个 那众生就没有指望啊 能够出六道轮回了 你看 这个是大烦恼 所以这个功夫用久了 那心地啊 清净了 这经理说的 用不静观的 功夫的人 久而久之啊 身体啊 都能够冒清香 因为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放下了贪淫污染的念头 这身性清净 这是这个借德啊 这是这个借德啊 出香 这有这个借德之香 那所以那个 敌人节就跟这个 少傅 讲了这个事情 然后跟他讲说 刚才你一进来 我马上就起这个关照 然后呢 使我的心呢 能够寂然不动 那你现在呢 你也不妨用这个观法 来观察我 想我也是这样子 一个臭 臭惠无比的人 想我老 想我病的时候 想我死的时候 那你这个念头啊 就能够把它压下去了 那结果这个少傅呢 就自己闭上眼睛 关了一下 然后呢 拜祷在地 感恩呢 敌人节 不仅保全了他的明节 而且教导他 这个断淫的方法 所以他是以后啊 就一直啊 为他丈夫守节 还受到了朝廷的表彰 那么敌人节那时候上京赶考 结果呢 考上功名了 这个做了宰相 后来啊 成为啊 一代名臣 所以啊 那么这个践踏色眉 其心思之啊 要谨防 防卫杜剑 那个平时啊 要懂得用功 那么在灵 这个大难当头的时候 就能够报大事的主 不受这个诱惑 好 下面请看 付他货财 怨他生死 那么这是讲 欠了他人的财物啊 就盼着人家找死 那你看这个心多么恶劣 本来借了人家钱啊 应该老想着还给人家 结果他不想还 还想让人家生赶快死 死了就可以不还 这都是啊 财狼啊 蛇蝎的心啊 那么天当然不会饶过他的 这个一定会受报应 那么这里是讲了 这个常因恶 那下面呢 也是讲到 这个内心呢 那种因毒的恶 这个 请看 甘求不睡 便生咒恨 这一条是讲啊 这个求人家是 或者是想要 借人家的物品 别人不答应 自己呢 不顺心 竟然呢 这个 发狠 要咒骂人家 那么这种啊 都是 蛮横无礼的小人呢 才会干 那么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在 那个中国 文革以后 农村呢 实习 改革开放 那么在 河南省 有一个小县城 一个村子里啊 有一个 一个人叫小二 那个小二啊 仗着他爹是村长 所以呢 盲横 霸道 是一个恶少 那么 在这个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呢 很多人 那叫做生意 那么这个小二呢 他也要想要去做生意 可是呢 他的用心呢 都不正 于是呢 他就有一天呢 到了一个村民 这村民叫二军 到家里 就伸手让人家 跟人家要钱 所以拿这个钱来做生意 要多少呢 要一千块钱 那么这个二军说 那我平白无故啊 我怎么能给你钱呢 结果这小二呢 就 看到二军不肯给 就非常的气愤 然后破口大骂 那么 骂得不过瘾 第二天又来骂 骂得很难听 说什么 要 这个打断你的腿啊 扒你的皮啊 反正 这个难听的话都给骂出来 干求不睡啊 便胜咒恨 那么 结果呢 二军的太太啊 他这个妻子 听不过去了 就给他顶了两句 这个那个恶少啊 竟然呢 活上加油了 就 竟然呢 掐住他的 这个二军的太太的脖子 差不多要掐死人家 那么幸亏呢 当时在场的人呢 把这个恶少一把拉开 才不至于出人命 那么结果呢 这个事情过完了 这个恶少啊 非但子不赔礼道歉 反而呢 他过来 继续要讨钱 而且继续骂 最后呢 这个二军这几家呢 搞得没办法 只好把一千块钱给了他 那知道给了他 这不是借给他的了 一定是只能是白送 这种人不可能还你钱 这个事情没有多久以后 大概几个月 这个二小就突然 这个两只腿啊 非常疼痛 痛得他都忍不下去 到了医院里一检查呢 原来发现是骨癌 那么最后呢 被迫啊 在医院呢 动了截肢手术 把两只腿啊 给锯掉 那因为要锯腿嘛 所以呢 又要在身上啊 其他的地方 把这个皮啊 切下来 一块块 补在那个节肢的部位 那么没多久呢 这个二军呢 竟然就死了 这个小二啊 竟然死了 所以你看这个恶少的报应 这么快 他骂人家说 我要打断你的腿啊 扒你的皮 没想到他自己 这个大腿给 两只腿给截断 自己的皮给扒下来 去去执皮 都是应了他自己说的话 最后死了 得这种报应 那么这个二军反过来呢 他为人厚道的 老实的 吃了亏 但是呢 他后来发达了 他做生意 做得很红火 家里富裕起来 所以你看 天啊 这种报应啊 真的是 这个善恶 非常分明 好 请看下面一句 见他 这就是讲 看见人家不顺利的时候 就说别人的 罪有应得啊 谁叫你做的这个措施 你活该 这个不单 这个不单止没有生怜悯心 而且呢 还生一种啊 这个幸灾乐祸的心 这个高兴 别人 这个不顺利 还甚至要讥笑别人 说别人的过失 那么这些啊 都是大恶 内心深处啊 那种 那种 阴恶 要知道鬼神 那是最痛恨那种啊 阴恶的人 最敬佩的是光明磊络的人 所以啊 我们要学习啊 正人君子啊 把自己的心啊 要修得纯净纯善 这样子啊 才能有福报 好 请看 见他体相不聚而孝志 这句话是讲 看见人家身体残缺啊 残疾人 竟然嫁以迹象 要知道 残疾人心里啊 都是很难过 因为他一般都是比较自卑 自己天生的 或者是后天的 智商 造成这种残疾 那固然 他有他的 夜阴果报 可是我们呢 看见他 有这种果报啊 应该生起怜悯 同情的心 多多的 关怀他们 多多的 帮助他们 怎么可以说 非但不帮助 还要去笑人家 去邪人家 这都是啊 造天怒 这个唐朝的 颅己 这是一个小官 他就是身 身得很矮小 而且脸色很难看 那么有一次呢 郭子怡生病 大百官呢 都来看望 那么这个郭子怡呢 都请很多这些侍女啊 来出来呢 接待 后来呢 听到这颅己要来了 就赶紧呢 让这些侍女啊 回避 请一些老年的 一些妇人啊 来进行接待 那之后呢 别人就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郭子怡就说 这个 颅己这个人啊 面貌很丑陋 心地啊 很恶毒 他的报复心很强 那假如 他在我们家 我们这些年轻的侍女 不懂事 看见他的这个相貌 讥笑他的话 那么可能他会怀恨在心啊 结果真的后来 卢己呢 当了宰相 他报复心很强 以前所有得罪过他的人 都给他呀 报复 治罪 杀害 那唯独呢 郭子怡这一家呀 没有遭到他的报复 和杀害 这个伤害 这是郭子怡懂啊 这是 懂得啊 这种立身处事之道 好 下面请看 践踏才能可称 而易之 这是讲 看到别人的才华 能力 值得称探 那么 不单止啊 我没有去称探 还要去贬一眼 这些都属于啊 那个 嫉妒 障碍 要知道 嫉妒障碍啊 如果是障碍事法 障碍 这个世间才华的人 那都有大的罪过 那更何况说 在佛门里面 如果障碍一个法师 那个罪过就更大了 你看发起菩萨 《苏圣之药经》里面讲到的 这居留生服时代啊 这一群 比丘啊 对两个说法的法师 升起嫉妒心 看着他说法非常的 那个法源殊胜啊 明文力啊 很丰足啊 于是是嫉妒 这一嫉妒吧 就有毁谤 一毁谤呢 无中生有 编出一些 事情 说这两个法师啊 做谐音的事情 那么 听众听到这个事情呢 就不再听法了 断了很多众生的法生会命啊 结果这一群造谣声势的比丘呢 多到了阿比地狱 在地狱里面呢 一千八百万年啊 出来还要做了五百世的 残疾人 贫穷下贱 受这个果报 所以啊 这可不能随随便便造这些苦业 看见人家有才华有能力的 这个升起嫉妒心 这叫自取毁灭 好 那么下面一段呢 是讲的 忤逆之恶 这个是 这个逆天啊 跟天道啊 违背这些恶行 买骨验人 用药杀树 这句话是讲 埋下呢 这个 这种叫鼓 来害人 那什么是鼓呢 这个鼓啊 就是 这个 古人呢 用来 这个 咒骂人的 像《红龙梦》里面呢 讲过一个例子 这个赵姨娘啊 他因为嫉妒 这个 甲正的大儿子 甲宝玉 这赵姨娘 她是二太太 妾 那么他自己生的孩子呢 不是正房 所以他嫉妒呢 这个 甲宝玉 所以呢 他有一次呢 就拿 用木头 用这个木头啊 做了这个 木人 做成甲宝玉的像 然后呢 用这钢针呢 扎在这个木 木像身上 把它埋起来 用这个来啊 施这些咒语 毒害 甲宝玉 结果呢 甲宝玉真的是那时候大病 后来才查出来 那这种啊 是什么呢 因恶 暗中 阴暗面 在阴暗的地方啊 去害人 那能不能害人呢 那要看是谁 像一般的凡夫俗子 他没有什么功夫 没有定会的 那么可以受 可以害到他 那他能受影响 但是对大德的人 他借定功夫好的人 这个啊 对他没有办法 他不受 这些损害 那这损害不受呢 等于是弹回去 施这些妖法的人 他们就受害了 所以啊 那要知道 做这些事的人呢 那那个 用这种阴毒的方法 害人 那贵以神呢 是最记恨 那么查出来 那过去啊 这是死罪的 这个用药杀树啊 就是用毒药 把树杀死 那么出于种种目的 可能嫌这个树啊 挡着家里的 这个这个 出门啊 出入 或者是为了坏人家的风水 反正的种种 企图啊 把树给用毒药去杀死 要知道树啊 都有树神 要杀死这个树啊 等于把鬼神的家给破了 那么这是啊 都是这个得罪天地鬼神 好 请看下面一条 慧怒师父 抵触父兄 这条是讲 对师父的教训呢 产生了怨恨的心理 甚至啊 会愤恨 对于这个父亲兄长的 这个教诲呢 也进行冲撞 顶撞 甚至冒犯 那么前面 他上改一篇讲到 慢启先生 这也是对老师的不敬 傲慢无礼 这里慧怒师父啊 说的就更严重 对老师甚至还会怨恨 那么这都是啊 完全啊 这个良心啊 上进 要知道父母和老师 都是对我有很大恩德的人 父母生我的生命 老师给我的慧命 这个报恩啊 一生一世报不完的 怎么可以去怨恨 怎么可以去抵触 还冒犯他们 所以这都是啊 这个孝涕啊 没有做到 那个大不孝 大不敬 这个要真正从小 应该啊 就要给小孩子 教导 这个为人要有孝体的 这个根本 就不至于啊 长大了 会因为一些小的私欲 或者是一些小的过节 产生这么造成这么样的罪过 慧怒师父啊 抵触腐凶 下面请看 强取强求 好庆好夺 那么这里是讲 用强迫的方式啊 来 这个取得啊 那个 用侵占的方法 来 这个强夺 这些都是啊 自己 这个攀缘的 本来 这个分外的东西 竟然呢 去强取强动 那么要知道啊 做人 应该啊 实时啊 懂得 行好事啊 基因的 那个 有钱 应该多拿出来 帮助别人 没钱 也能够啊 泰然 生活的 这个 不求人的 非常快乐 那么 为了 满足自己的 这个欲望 而去强取 勉强的啊 这个 贪取 分外的东西 这个 甚至还要用 这个暴力的手段 去侵占 那么没想到呢 自己啊 能够取来的 夺来的 占来的 那都是命中 本来有的 你不用这些手段 也能获得 那用这种手段呢 只会啊 削减自己的福报 好 下来一段呢 是讲的是 夺制恶 这个是 倾夺 这个 丧至 这些方面的恶性 好 请看 掳掠 致富 巧诈 求钱 那么 这一句呢 是讲 这个 用强力啊 来掠夺 这样子 跟来致富 那么 用那种 奸巧 伪诈的 手段呢 来求得 自己的升官 那么 这是求富 求贵啊 没有用正道 要知道 人 富贵啊 都有命中注定 你看 俩凡先生 这个 在年轻的时候 遇到孔先生 算命 算他 得多少功名 受多少愤怒 都算得非常准确 证明呢 这个人呢 命中的富贵多少啊 是早有前定 乃至 一饮一食啊 都是情生注定 所以啊 怎么是 靠掠夺 靠用奸巧的 诡诈的手段 可以求得富贵的呢 那君子啊 只会用 公正的心 忠心 执心 来行他的 这个事情 生来富贵的 恕富贵啊 行乎富贵 恕贫贵的 行乎贫贵 他绝对不会有那种啊 贪圆贪取的念头 因为知道 命中都已经注定了 求贪 贪不到 所以君子 乐得做君子啊 小人呢 他不懂 糊涂 不理解 不了解 事实真相 他以为靠掠夺 可以致富 靠阿谀奉承 这个奸诈的 这种方式 可以升官 不想到 命中有 失中需有 命里无实 不能强求 那么他这么做 小人呢 啊 冤枉 做了小人 好 请看下面一条 赏罚不平 欲乐过节 这是讲啊 奖赏和惩罚呢 都不公平 那么自己呢 这个贪图啊 安逸享乐 超过了节度 这个奖赏和惩罚呢 是一种手段 为了彰显上行 警惕恶行 如果是奖赏 这个和惩罚 不公平 太轻了 或太重了 这都会啊 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那么享乐 也不能过度 这个 礼记上讲啊 乐不可及啊 欲不可重 这个 重欲的生活 享乐的生活 削减自己的福报 真正觉悟的人呢 会抓住这个时光啊 来多积格 多修缮 为人民啊 为社会啊 来造福 绝对啊 不会有享乐 贪图安逸的 这种想法 那孟子曾经说过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这句话是讲啊 一个人 在忧患当中 在忆情当中 这个人生啊 很多不如意识的时候 他反而呢 懂得进去 这个他能够生存的 如果是安逸啊 就过着享乐 重欲的生活 那么他最后啊 一定会啊 灭亡 人如是 国家也如是 所以啊 这个在这一点呢 一定要注意 那么要知道啊 真正啊 什么是乐呢 乐啊 通过读圣贤书 在学圣贤之道当中 才能得到真乐 才能得到真乐 那种乐啊 是内心当中啊 涌出来的喜乐 不是外在的 外在 这个给我们的 叫刺激 那种放纵情欲的 那种乐 那叫做刀剑蜜啊 那是像打马飞 吸毒一样 乐一时 一会儿之后啊 就是苦了 好 下面一句 请看 科略其相 恐吓于他 这句话是讲 苛刻的来掠带 自己的下己 和仆人 那么恐吓他人呢 让人家生心呢 生害怕 生恐惧 那么上位的人 这个做长官的 那么如果是残害 或者是忍心呢 略带自己的部署 下人 不懂得关心 爱护他们 那么这都是啊 犯了科略其下的 这个这个罪过 那么对待自己的下属啊 那个对待自己的 这个年幼的人 这个下包括下属 还有年纪小的晚辈 都要懂得呢 注意啊 这五方面的事情 这是佛 这是经里面告诉我们 那么第一件呢 应该先了解他们 有什么生活的需要 饥渴啊 冷热 要懂得关心他们 然后呢 才能让他们做事情 那么第二呢 如果他们有病啊 要给他们医治 那么第三呢 如果这个他们犯了什么 错误啊 不能够啊 随意啊 就鞭打他们 惩罚他们 应该呢 先问您原因 啊 能够原谅的 就尽量原谅 让他们能够改过 啊 这个不可能 不可以原谅的呢 啊 也应该啊 这个处分上面啊 懂得留有余地 那么在第四方面呢 啊 那么别人 这下属啊 他有的这些财物 啊 不可以给他拿走 啊 要对他尊重 啊 那么分给他们的东西呢 你要平等啊 不要有偏爱 如果是能够这样做的话呢 下属啊 对我们就会忠心耿耿 这真是古人讲的 君人这尘忠 君就是领导 领导如果是仁爱的 部下就对他 会非常的忠诚 那个领导如果是 啊 刚辟自用啊 啊 这个 残酷的 啊 不关心下级的 那么下级 只能帮他 把他当做 啊 这个路人呢 啊 不可能对他 有任何忠心 那么好 请看下面一句 那么下面一大段 那从用怨天尤人呢 一直讲到 引神明耳见尾事 都讲的一种啊 犯了忌讳的 这些恶 怨天尤人 磕风骂雨 那么这一条是讲啊 如果有不顺意的时候 不自己减点自己 反而呢 埋怨上天 怨恨他人 甚至还苛斥风雨 那么这些啊 都犯了天地的忌讳 这个君子啊 都懂得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这些孔子 在射箭的时候 就告诉他的弟子们 这君子啊 这个的行为 就像射箭呀 这一箭射过去 如果打不到把心的 你能怨那个箭吗 你能怨那个把吗 不可以 怨自己的射箭技术不够 所以啊 反求诸己呀 这很重要 那个 汤王 商汤啊 商朝的这个汤王啊 曾经说 万方有罪呀 罪在正宫 这老百姓 这一国的老百姓犯了罪 罪在谁呢 我自己 那个我们师父上人的老师 李炳兰老师 有一次学生们放了过失 自己自责 拿着 那个 这学生们拿着教编 给李老师 请林老师呢 这个打我们 这个李老师拿起教编呢 就把自己身上打 说我没有教好 这是我的不对 所以 这个是正人君子啊 圣贤的风范 如果是犯了过失 不想自己检点 反而去怨天尤人 说这个天使不好 说这个 这些人 不合作 骂这个骂那个 甚至呢 连天地鬼神都给他骂了 磕风骂雨 风雨是天地的造化 你骂风雨就是骂天地鬼神的 那这个当然会引起了天地鬼神的震怒 好 下面一句是 斗和征送 望主彭大 那么这句话是讲啊 说死他人呢 来 打官司 这个争斗 那么还 愿意啊 去追逐 解答 隐私 这些 这些事情啊 都不好 诸子之家 可言 上面有一句话讲 居家 借征送 顺者 终凶 一个家庭 不可以有任何的打官司的事情 这个官司啊 能够不打就不打 宁愿自己吃亏都不打 我有一个亲戚 他这个这个因为工商 他就告自己的那个公司 结果呢 我就劝他 你不要告 你告的话 你这个颂者终凶啊 这不吉利 结果他不听 不听一直告下去 告到最后呢 自己打败了 官司打赤 这个打败了 还要赔偿很多的诉讼费 所以啊 这个遇到人家有争斗 有要打官司 尽量的调解 以和为贵啊 这个符合天心的 那么这些捧党 这是讲 如果在一个朝廷里 接党营私 这是大的罪恶 那么在一个单位团体 如果分派 那互相这个阶层派别 互相斗 这都是影响一个团体的和睦 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参加什么黑社会的 跟那些猪鹏狗友 混在一起 那些都是毁了自己一生 所以交友要很慎重 君子之交 胜如水 君子之交淡如水 他不会搞这些猪鹏狗友 那些酒肉朋友 混在一起 下面一句请看 用妻妾语为父母训 那么这句话是讲 听信妻妾的话 违抗父母的教训 这里要想想 在这一生当中 谁对我的恩德最大呢 父母 父母使我们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一个无知的人 才童 到一个有知识的人 父母养育之恩 恩重如山 一生一世抱不完 怎么可以说一结了婚 听听自己的爱人的话 这个爱人 他也是不识大意 不懂得让自己的丈夫 孝顺 这个父母 反而去怂恿他 违背父母的教训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大不孝 下面是德行万故 口是心非 那么这条讲的是 得到了新的 就忘了旧的 嘴里说一套 心里想一套 这个德行万故 现代人 这个故事特别严重 小的 包括这些衣服器具 大的 包括朋友 亲戚之情 夫妻 这些 都有德行万故 那么这个德行万故 的人 便是 薄情寡恩 的人 那么他怎么会有福报 那么口是心非 这种人心里也是很阴险 嘴里说一套 说的完全不是心里想的 要知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 因为他心里有着真诚 这个司马光所说的 心里无事不可告人言 没有一桩事需要隐瞒人家的 所以这是达到了真诚到极点 那么口是心非的人 自己成了小人 那么如果他 因为这种口是心非 造出恶业 设计圈套 陷害他人 那个佛的经理讲 他死后会堕 拔舌地狱 这个舌头拔出来 用这个梨来耕 得这个残暴 而且受报完了之后 这还要投生到畜生 吃那些荆棘的食物 野草荆棘 那么最后投生到人 他也变成雅子 没有舌根 或者是口臭 那么这种人 都是犯了这些口业 好 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先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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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